影响长者食欲除了食材搭配 更要当心还可能是吞咽功能退化所引起 偶尔会有一直流口水的状况 或者是吃东西喝东西的时候有嗆咳 这个都可能都是吞咽上面有退化的情形 那这个东西是跟我们肌力有关系的 息息相关而且互相影响 咀嚼吞咽能力跟肌力大有关系 专家建议日常运动每周维持两天以上 快走慢跑骑脚踏车游泳都是不错选择 你可以帮忙长辈做口腔的按摩或者是见口操 那这个在YouTube或者是去门诊的时候 原治疗老师会教导你 或者是透过长照的这个专业的服务进家去指导家属 嘴巴发出嗚的声音 嘴巴往右 再往左 网路建口操 简单断电能延缓口腔激励退化 才能真正活到老吃到老 台湾新闻